我和兄弟合伙开了一家广告公司,生意不错,不久前又新婚艳儿,我觉得人生都很圆满,如果不是那天去酒吧,看到妻子在台上跳钢管舞,我大概还不知道自己会陷入到什么陷阱当中去。 那天我的合伙人魏元过生日,他是个花花公子,除了初恋女友之外,就没对谁动过心,他非要去夜店找乐子,我也只能跟着去午夜夜店重金属的音乐,让人震耳欲聋,身着热辣服装的舞者,更是能够调动起男性的荷尔蒙。 我端着酒杯,看着舞台上的表演,也是浑身躁动不安。 直到我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一名妙龄女子,身材婀娜多姿,上身只穿了一件性感内衣,下身是超短热裤,她正跟着音乐挑着撩人的舞蹈,引起了现场男士的阵阵欢呼。 有些男人更是大胆地将百人大钞塞进了那女人的裤腰里,我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因为那个人居然是我的新婚妻子于欣欣。 他哇的,我把手中的酒杯一摔,就往舞台上冲,正好这个时候,一曲音乐结束,舞者纷纷退场,我只能从舞台前面绕到了舞台后面。 冲到后台的时候,舞者们都在急匆匆地换衣服,见到了瞬间尖叫起来,流氓啊,我这个时候也顾不了那么多,不停地在后台寻找着,我疯狂地想要证明是我眼花了,还是我那个座右师的妻子在骗我。 嘿,哥们,你是来捣乱的吗?很快保安就来了,滚开,我怒道,保安脸色瞬间就不好了,还掏出了腰间的电棍。 魏元这个时候也赶过来,一把拉住了我,不住地跟酒吧工作人员道歉,各位,对不住,对不住啊,我兄弟喝多了,喝多了。 魏元连拉带拽的,将我带出了酒吧,兄弟,你怎么回事啊?我好像是见到欣欣了。 魏元是我的合伙人,也是我和妻子的介绍人,更是我十几年的朋友,我也就没瞒着,不可能吧。 魏元也吃了一惊,欣欣我认识很多年了,他不可能来这种地方,你是不是眼花看错了? 我不可能,那女人的妆很浓,但是余欣欣是我同床共枕的人,我坚信自己不可能认错。 兄弟,魏元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听我一句,这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了,你还是回去确认一下吧,别误会了欣欣,影响夫妻感情。 我还想要反驳,但是转念一想,也有道理,我迫不及待地往回走。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两点了,我大力地打来了门。 就看到客厅亮着一盏小夜灯,桌上还放着一杯蜂蜜水。 这是欣欣的习惯,只要我出去喝酒,她都会给我留灯,留蜂蜜水。 看到这些,我心里的怒火瞬间熄灭了一些,我打开卧室门,欣欣就躺在床上。 她的呼吸平稳,正沉沉地睡着,真的是我看错了。 我鬼使神拆地打开了衣柜,翻看着欣欣的衣服,确定里面没有任何一件衣服跟夜店扯得上关系。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看来是我喝多了。 这个时候温热的身体在我身后紧紧地抱着我,你找什么呢? 妻子温柔地亲吻我的耳后,她的身材很好,我感觉到她凹凸有质的身体正在抹扎着我的后背。 我的身体也跟着燥热起来,我回身紧紧地抱着她。 没找什么,身上都是酒味,想换身衣服,怕熏到你。 我的声音有些沙哑,怕什么,你什么样子我没见过。 妻子的手带着淡淡的沐浴露的香味,我知道的她每天睡觉之前都会洗澡,我很喜欢她身上这种干净的味道。 她正在截我的衣服扣子,指尖不时地划过我的胸口。 我们刚刚结婚。 正是新婚燕耳的时候,我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撩拨,也顾不上洗澡什么的,就直接将她压在了身下,妻子也很配合,妻子的温柔和家里的温馨彻底地打破了我的怀疑。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公司,威元还狠狠地嘲笑了我一顿,说我是娶了一个漂亮老婆,就开始疑神疑鬼了。 我只能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道,这也不能怪我,那女人跟欣欣长得太像了,你可别给自己找理由了。 威元将一个文件夹递给我,你也收收心吧,好好干事业,这个可是一个大客户,做红酒生意的,我们若是拿下了这个客户,保管你年底可以给欣欣换辆车。 当时候他肯定会抱着你,好好奖励你一番的。 威元笑得必有深意,这个家伙一直都是这个性子,也不结婚,玩风流,嘴里的话也经常带着黄段子,我也不以为然,只是笑了笑就接下了文件夹。 威元说的这个红酒庄老板含蓄然是真的不好谈,我接触了几次都是鲨鱼而归,还喝得鸣鼎大醉,价都找不到了,有一次还是欣欣接我回家的。 那天我吐了一个昏天暗地,欣欣心疼极了,你也不用这么拼,我们够吃够喝的就可以了。 哪能够呢,我得让你过更好的日子,我这个人有点大男子主意。 觉得娶了媳妇就是要放在手心里疼着的,欣欣红了眼眶,也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的时候,欣欣已经上班去了,她还提前给我准备了早饭。 虽然胃里还在翻腾着,但是也不愿意辜负欣欣的一番心思,我迷迷糊糊走到餐桌边上,却不小心碰掉了筷子。 我弯腰去捡,却发现,角落里有一只口红,那个位置有点隐蔽,如果不是我发现,欣欣可能会以为自己丢了。 我费劲地捡起口红,却发现,这个颜色我从来都没有见欣欣涂过,这个颜色很张扬,不像是日常会涂的那种,倒像是夜店。 这个口红的颜色,倒是跟我在夜店那天看到的那个女人图得很像。 之前的那股怀疑和猜测,又涌现在我脑海里。 我突然想起来,我和欣欣结婚之后,她带过来一个小箱子,她之前问过是什么,欣欣说里面都是一些她屯的面膜什么的,我就没有再问,更没有想着打开过。 我突然冲进了房间,找到了那个箱子,这箱子居然有密码锁。 我忍着暴力拆箱的冲动,努力让自己平复心情。 我总不能用一支口红,就怀疑心心,说不定这口红是她闺蜜的呢,我抽了一根烟之后,才将箱子又放回了原来的地方,口红则是被我放在了口袋里。 我想着找个机会再问问清楚。 谁知道那天晚上,欣欣居然给我打了电话,说是闺蜜失恋,她要陪着闺蜜去外地待两天散心,不回家,让我好好照顾自己。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心里却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快十点的时候,我忍不住给欣欣的闺蜜桃子打了电话,我假装客套了几句,就问道,欣欣在你身边吗? 桃子咯咯地笑起来,老杜,合着你,这是不放心你家欣欣来查岗的呀。 我老脸一红,好在桃子也没有继续为难我,则是将电话给了欣欣。 确定欣欣真的跟桃子在一起,我放心了不少。 有些话也不好在电话里说,我嘱咐她要多注意安全,她嘱咐我要多注意身体,就挂了电话。 口红的事情暂时被我放下了,我本以为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插曲,谁知道,我居然会在在韩旭然的酒庄里面看到了欣欣。 这一次我确定我不会看错,我本来是想邀约韩旭然去公司的,但是韩旭然却说在酒庄请了客人,出不去,我若是有兴趣,可以直接去找他,也可以给我介绍几个朋友认识,这样的机会是千载难逢了。 我自然不会拒绝,我到酒庄的时候,韩旭然就搭着我的肩膀,杜老弟,你今天算是来着了。 我跟你说啊,我为了给我的朋友们助兴,还特意请了一位跳舞的,据说他那个舞跳的啊,是骚气满满啊,绝对让你春心荡漾。 光是看韩旭然身边那些人的猥琐笑脸,我也知道他们可不单单是看舞蹈的,我不喜欢这些事情,却也不会扫了他们的兴致,也洋装一副兴奋的模样道,那我就托韩总的福开开眼界了啦。 好说好说,韩旭然让人开了酒,然后又拍了拍手,很快包间里面就有人拿了一根钢管粒在台山,这是要跳钢管舞啊。 的确是个会让男人热血沸腾的舞种。 等到舞者出来的时候,我脸上的笑容就挂不住了,这他妈的不就是欣欣吗? 今天她穿得不像夜店那天那么夸张,但是也穿了一身超短的低胸连衣裙,那裙子的长度根本就不用跳舞,随便走两步就能露底裤。 不,欣欣显然也看到我了,她的目光有些闪躲,音乐响起来了,也没开始跳。 干什么呢?我请你来演杆子的吗? 韩旭然不悦地道。 欣欣这才跳起来,她很快就用腿勾住了钢管,身体柔软地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 她那身短裙,也不出我所料地露出了她白皙的肌肤,我的身子紧紧地绷着,要不是因为韩旭然还坐在一旁,我绝对会立刻带着欣欣离开。 大概是感受到了我如火一般的目光,欣欣的动作也收敛了一些。 韩哥,这个妞骚跳得不够骚啊,是不是不给你面子啊? 旁边有人起哄。 韩旭然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她摔了手中的酒杯,你是她妈的来耍我的吗? 欣欣的身子一抖,整个人都从钢管上摔了下来,韩旭然见状就更加恼火了。 她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一把拉起了欣欣,狠狠一个巴掌打过去。 我操,这个时候我还能忍住,我也就不是个爷们啊。 很快我就和韩旭然扭打在了一起,结果我们都进了警局。 韩旭然没过多久,就被自己的律师带走了。 她临走之前,还指了指我和欣欣,行啊,跟我玩仙人跳,是不是? 你们给我等着啊。 欣欣就坐在我的旁边,不停地抽气着,我却第一次觉得身边的人陌生的,我好像是从来都没有见过一样。 回头想一想,我们两个认识了半年就结婚了。 结婚之前,我也只见过她父母一面,还是在结婚之前,我对欣欣的了解,除了她的工作和她老家城市之外,一无所有。 魏元很快也来了警局,办好了手续之后,还把我们送回了家,你们两个好好的聊一聊。 没什么事情说不开的,我一言不发地进了屋,背对是一心心,当初魏元介绍你给我,说你心底善良,比现在很多姑娘都干净,我信了。 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二话不说,就听了魏元的话,给了你家三十八万八的彩礼,我他妈的,就是想要和你好好过日子,就是想要娶你,现在呢。 欣欣拉着我的手,老公,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好,你解释。 我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我是对你不好吗?还是少了你的吃喝,犯得着让你出去卖肉? 我没有,没有。 我冷笑了一声,你没有是因为我今天在场吧? 我他妈的是个男人,我很清楚,在那样的私人酒庄里面,一个挑着钢管舞的女人,最后会是什么下场? 本来这种事情,我听别人说起的时候,也就是羡慕地笑笑,感叹有钱是真好。 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这种事情居然会发生在我老婆的身上。 在夜店那天,台上的人也是你吧? 回想之前总总,我觉得我自己就像是一个傻子,被耍得团团转。 老公,离婚吧。 我沉重地吐出了几个字。 老公,我说离婚,你他妈的是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我猛地站起身来,甩开了欣欣的手臂。 我不能想象欣欣背着我还干了什么事情, 我甚至不清楚我的脑袋上面还有多少顶绿帽子, 这样的婚姻自然不能再维持下去。 不行,我们我不能离婚。 欣欣摇着头,再次扑到我身边, 老公,你相信我吧?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我真的没有,我是逼不得已啊。 逼不得已地去卖肉,我心里烦躁得厉害。 看着欣欣的眼睛我,更是觉得心烦意乱, 我干脆抓起了外套,就出了家门。 我没有开车,就那么走着, 我和欣欣从认识之后到现在的每一件事情, 就好像是电影画面一样地从我脑海里面闪过。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电话响了。 这个时候,我谁的电话都不想接, 但是电话却坚持不懈地响着, 我不耐烦地接起电话,老杜,你跑哪里去了? 欣欣进医院了。 魏元急切地道,什么? 我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医院, 好不容易找到了欣欣所在的病房。 就见他脸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 我的脑袋乱糟糟的,你们两个到底在搞什么, 人都住进医院来了。 魏元将咽血报告交给我, 语气有些不善,心心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发生天大的事情, 你就不知道让着他一点吗? 你说什么? 我瞪大了眼睛。 心心怀孕了, 你要当爸爸了。 魏元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若是在今天之前听到这个话, 我一定会高兴地像个傻逼一样, 在原地转圈圈, 但是现在怀孕两个字, 就好像是一颗炸弹在我的脑子里面炸开了。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我还在跟心心说离婚, 而他现在怀孕了。 魏元, 这一天, 我的经历就好像是在坐过山车一样, 我的嗓子都有些发紧, 你告诉我, 心心, 他以前究竟是做什么的? 老杜, 你怎么回事? 魏元皱着眉头, 我摇了摇头, 我突然觉得, 我好像不认识心心了。 魏元拍了拍我的肩膀, 兄弟, 我跟你说句实话, 这两口子过日子, 磕磕绊绊是正常的, 说到底, 今天心心只是被叫去跳舞的,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你也想想自己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至于心心, 她是个好姑娘, 我用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感情跟你保证。 老公, 是心心醒了。 魏元转过身看了一眼心心, 什么也没说。 转身出了病房, 心心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都就痛了一下, 嗨嗨, 心心也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咳起来。 我听得心里难受, 就为她倒了一杯水, 水杯递到心心面前的时候, 她没有接过水杯, 反倒是握住了我的手, 你还是关心我的对不对。 我本能的是想要抽回手, 但是心心接下来的话让我吃了一惊, 我是因为你才去找韩旭然的。 心心带着哭腔道, 什么? 我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最近你的心情不好, 我就找了魏元, 他说你正在和韩旭然谈胜意, 进行的不是很顺利, 所以我就托人打听了一下他的喜好, 我心心低着头。 我听说他喜欢漂亮的姑娘, 还喜欢吹牛, 我就想着可以利用他跟人吹嘘的时候哄着他签下你的订单, 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你也会在场我被这个解释气乐了我如果不在场你以为你还可以全身而退吗? 那是什么地方? 那些个男人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就算是他们强要了你, 事后也会处理的干干净净的, 就是报警都没有用。 我低声吼道,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傻事了, 老公, 你就原谅我吧。 心心拉着我的手, 满眼都是祈求, 你在夜店跳舞又是怎么回事? 我问道, 我从小学跳舞, 那天是朋友找我帮忙顶一下, 心心解释着, 我看着心心, 她的解释好像都能说得通, 但是我心里却总觉得哪里不对,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 让我整个人都变得疑神疑鬼起来。 这个时候, 心心的电话响了起来, 我身头看过去, 是我妈的电话。 心心接起电话, 妈, 心心啊, 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听卫元说, 你和小杜吵架了, 还闹到医院去了, 我坐在旁边, 都能听到我妈担心的声音。 我想抢过电话, 随便敷衍我妈几句, 却听到心心吸了吸鼻子, 镇定地说道, 妈, 你别担心, 是卫元说得太夸张了。 那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进了医院, 我听着声音, 是哭过了吗? 是哭过了? 心心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我是高兴哭的, 妈, 我怀孕了, 你要有大孙子了。 真的吗? 我妈兴奋的声音, 从电话的那一头传过来。 我心头一酸, 五年前, 我爸因为车祸就去世了, 之后, 我妈就一直念叨着, 说我爸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见到我娶妻生子。 在我结婚的时候, 我妈哭得像个累人一样, 她拉着心心的手, 不停地说着, 要尽快怀个孩子, 然后到我爸的坟前去看看。 说起来也是我不孝, 这么多年, 自己在外面打拼, 没顾得上他们二老。 这个时候, 心心握住了我的手, 她看着我, 但是话却是对师我妈说的, 妈, 过段日子, 等孩子稳当了, 我和老公就去接你过来, 我们一起生活吧。 这感情好, 好啊, 好啊。 我震惊地看着心心, 后来我妈说了什么, 我也没有听进去, 左右不过是让心心心, 多注意身体什么的。 老公, 我知道我瞒着你一些事情, 是我的不对, 但是我是真心想要跟你过日子的, 你能不能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原谅我一次, 以后我们, 孩子, 还有妈一起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我不得不承认, 欣欣的话很有说服力, 孩子和我妈让我不得不放下心里的那些憋们。 从那天开始, 我只字不提心心跳舞的事情, 欣欣干脆辞了工作, 在家安心养胎。 只要我在家的时候, 她总会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电话放在我的面前, 我不在家的时候。 她也会时不时地就给我发视频电话, 说话也是小心翼翼的。 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欣欣的讨好, 我的日子比以前过得更加舒坦了, 不得不说欣欣的做法取悦了我。 家庭生活是舒坦了, 但是我的工作却是一团糟。 不但含蓄然地生意泡汤了, 我还接连损失了几个大单子, 还都是甲方突然打电话来解约, 我忙得晕头转向, 后来查清楚之后, 才知道是含蓄然在背后抹黑我, 还说我和欣欣玩仙人跳, 搞得行业内的很多人都不信任我。 最重要的是, 公司里面的员工都对我怨声载道。 我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好在魏元一直很帮我, 还主动地帮我承担了很多的事情, 我也把我手里的很多案子都交给了魏元, 我则是每天晚上都求爷爷告奶奶的陪甲方爸爸吃饭喝酒。 就是希望可以挽回公司的损失。 直到有一天, 一位跟我交情不错的老大哥勾着我的肩膀说道, 老弟啊, 别说老哥我没有提醒你, 有些时候眼睛得放亮一些, 身边有些人看着使人, 其实他是鬼。 哥呀, 你是不是喝多了? 我跟着陪笑, 老弟现在可没功夫管什么人了, 鬼呀的, 我现在只希望可以多一些生意。 那位老哥笑着摇了摇头, 你不信我? 信, 怎么能不信? 老哥听出了我的言语之中的敷衍, 然后给我倒了一杯酒。 兄弟, 如果你信我, 你喝了这杯酒, 然后回你的公司看看。 公司, 我心想着, 这老大哥是真的喝多了吧, 这深更半夜的回公司干什么? 还不如陪哥你喝酒呢? 那位大哥却神秘地笑了笑, 公司安静, 你可以坐下来, 好好的想一想, 你都失去了一些什么, 然后再好好的想一想, 你是从什么时候失去这些东西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里突然咯噔的一下, 哥,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那位老大哥却什么都不肯说了。 这个时候, 我也没有什么心情喝酒了, 随便找了一个借口, 就离开了酒局, 出了酒店, 我晃了晃脑袋, 刚才那个老哥的话, 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转悠着, 等我到了公司的时候, 我才自嘲地摇了摇头, 我是真的他妈的傻了, 我怎么还真听一个酒鬼的话, 回公司了? 这个时候, 我应该回家去陪陪欣欣才是, 我刚转身要走, 就听到了欣欣的声音, 这个时候, 我怎么可能会在公司听到欣欣的声音, 我真的是喝多了, 我坐不下去了, 这一次我很确定是欣欣的声音, 我看着办公室, 只有最里面的灯还亮着, 那是卫元的办公室, 欣欣在卫元的办公室, 我晃悠悠地走过去, 站在卫元的办公室门外, 我看到欣欣就坐在沙发上, 眼睛红红的, 你不要逼我了, 我真的不做了, 卫元用我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冰冷的声音说道, 你不做了, 你拿我钱的时候怎么不说, 你不做了, 你拿着那高额彩礼的时候, 怎么不说你不做了, 你可别忘了, 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什么钱, 什么彩礼, 也不知道是因为喝了太多的酒, 还是因为他们的话, 我的脑袋疼得厉害, 那些钱我可以退给你, 你当初找到我, 只不过是因为想要将我老公从公司踢出去, 现在他手上的案子基本上都在你手里了, 公司的人也都不信任他了, 你的目的达到了, 你可以放过他了吗? 欣欣的话就好像是一道惊雷劈了下来, 我的手紧紧地扣住了门外的花盆, 才让自己保持冷静, 没有直接冲进去, 老公, 魏元上下打量着欣欣, 你还真以为你是什么干干净净的欣欣, 想要跟老杜好好过日子了? 魏元走到了欣欣的身边, 他掐住了欣欣的下巴, 你是不是忘了, 你是一个在夜店跳艳舞, 逗人乐呵的女人了? 怀孕了, 心思就变了, 魏元贴着欣欣的耳朵, 你能确定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吗? 这个时候你想抽身, 想得美。 办公室里面的对话还在进行, 但是我他妈的是一句都听不进去了, 我在还能控制自己的时候, 快速地离开了公司。 我操, 我操, 我跑出了好远, 才像发疯似的猛踹着路边的一个垃圾桶, 踹得我的脚趾头都出血了, 我才停下来, 我也顾不得周围有多少的人在看着我,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魏元给我介绍欣欣时, 派着胸仆保证她是个好姑娘, 我一定会喜欢。 我当然会喜欢, 因为这从头到尾就他妈的是一个局。 我拿魏元当兄弟, 我的喜好。 我都会跟魏元分享, 他就给我量身打造了一个身世清白, 工作稳定的好媳妇。 怪不得欣欣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让我神魂颠倒, 回头想一想, 夜店的时候应该就是魏元帮着欣欣逃走的, 还有那个韩旭然应该也是魏元安排欣欣去接近的, 为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将我手里的案子和权力都拿走吧。 被自己的兄弟和女子算计, 这酸爽的滋味还真是让我抓心脑干。 那个晚上, 我就像是一个疯子一样发泄着心里的不满, 直到天斗快亮了的时候, 我才咬着牙让自己清醒起来。 天亮之后, 我照常去了公司, 魏元依旧和我称兄道弟, 老杜, 你昨天去哪了, 怎么造得这么冷卑? 倒霉, 被车撞了, 一晚上都在警局了。 我将目光放在自己身上, 生怕自己一个没控制处就直接给魏元一拳。 你没事吧, 伤到了吗? 魏元很是关心地拉着我, 我不捉痕迹地退了一步, 没事都处理过了。 那你就回去休息吧, 公司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行啊, 我说, 我的电脑撞坏了, 把你的笔记本借我用用吧。 啊, 魏元明显迟疑了。 怎么? 里面藏着片, 怕我看啊。 我故作轻松地言语道。 怎么可能, 我赶着要出门, 你自己去拿吧, 密码是二十一万三千七百一十三。 好, 我知道了。 我送走了魏元, 就快速进了他的办公室, 看着旁边的那张沙发, 我只觉得一阵恶心, 我灌了自己一杯凉水, 才让自己的视线从沙发上移开, 我找到了魏元的电脑, 开机, 密码正确。 我刚想带着电脑走, 就看到了魏元桌子下面的密码箱, 我的心扑通扑通地狂跳着, 这东西, 以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打开, 但是现在我知道, 我打开了这个密码箱, 就一定可以找到能为自己出气的证据和东西。 我先试了二十一万三千七百一十三, 但是密码不对, 我又试了魏元的生日, 还是不对。 满头大汗, 脑子疯狂地旋转着, 找寻着可能的密码, 在无意中看到了魏元桌面上放着的一块石头, 那是他和初恋女朋友一起在海边捡的, 我记得以前魏元初恋女友过生日, 他还傻逼地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折出了一千只许愿星。 我试了魏元初恋女友的生日, 打开了, 真他妈的讽刺啊。 魏元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算计我, 我却用他曾经对我吐露的真心, 打开了他的密码箱。 我没有时间感叹, 因为魏元的密码箱里面, 居然有很多我签过字的文件, 有一些是暗自的转交手续, 也有一些是代办委托书, 最早的文件居然可以追溯到两年前。 我还发现, 魏元准备了两份公司股份的转让书, 其中一份甲方的名字是我, 乙方的名字就是欣欣。 另外一份的甲方则是欣欣, 乙方自然是他魏元。 我可以想象, 如果不是我先一步发现了这些阴谋的话, 很快魏元就会用一脸无奈的表情, 哄骗我签下这荒唐的东西, 然后再让欣欣把公司给他。 我真的庆幸, 昨天我鬼使神差的回来了, 我用最快的速度拿走了我想要的东西, 然后抱着魏元的电脑离开了。 回到家里的时候, 欣欣正坐在沙发上收拾东西, 见到我有些狼狈的样子也是吃了一惊, 我随便敷衍了几句就要回房间。 老公, 欣欣叫住我, 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去接妈过来吗? 我想我们这几天就去吧, 然后在那边多住一段时间, 乡下的空气好, 也适合我养胎, 你说好不好? 我握紧了手, 调整好自己的表情才转过身来, 你的意思是想要在乡下生活, 你不会觉得不方便吗? 不会啊, 欣欣摸着肚子, 我现在觉得身边有你有孩子, 有妈, 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就已经很幸福了, 其实城市里的生活压力那么大, 你又那么累, 真的没有必要。 是吗? 我笑着问道, 那里爸妈呢? 我记得我好像只是在我们结婚的时候见过一次, 你若是真的觉得乡下的生活好, 不如一起接过去吧, 这才叫做整整齐齐吧。 欣欣的目光明显有些闪躲, 他们, 他们应该是不愿意离开老家的。 欣欣, 我盯着欣欣的眼睛, 你还有没有事情瞒着我?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想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怎么突然这么问,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欣欣有些慌张。 没有, 就是觉得我们结婚太匆忙了, 我都没有足够的了解你。 我摇了摇头, 欣欣依偎在我怀里, 用自己柔软的身体蹭着我的胸口, 我们可以慢慢了解, 我再也不会有什么瞒着你了。 欣欣的身体是火热的, 但是我的心却是冰凉的, 毕竟和欣欣夫妻一场, 她还忙了孩子, 我在刚刚的一瞬间里, 还想着如果孩子是我的, 如果欣欣真的不曾背叛我, 不再欺骗我, 我应该可以试着与她重新来过。 现在, 我推开了欣欣, 我知道了。 老公, 欣欣在身后唤我, 但是我却再没有心情演戏。 当天深夜, 我再一次拿出了欣欣的那只密码箱, 这一次我没有犹豫地撬开了, 里面是欣欣的身份信息和一些主要资料, 这时候我才知道, 她根本就不叫欣欣, 而是叫礼节, 而且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我坐在地板上, 连苦笑都没有力气, 但是我却不想轻易放过魏元和欣欣, 第二天, 我就找到了韩旭然, 并且将魏元和欣欣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而且还拿出了相当一部分的证据。 韩旭然这个人有些背景, 而且牙字必报, 之前对我就是如此。 我辛苦奋斗了十余年的公司, 已经因为魏元的自私毁了大半, 我不愿意, 也不屑用自己接下来所有的日子, 都用来报复魏元。 而且韩旭然也是魏元算计我的一环, 我这么做也算是一报还一报。 韩旭然比我想象当中的更加阴损, 他答应了我的请求, 却要求我给他提供更多魏元的料, 我明白他的报复, 可以直接毁了魏元, 我有那么一瞬间的犹豫。 韩旭然打断了我的话, 我听了这话, 放心了很多。 这个时候, 魏元给我打来了电话, 兴奋的情绪一于言表, 老杜, 最近我们真的是走运了, 接连几个大老板找上我们, 合同额有上千万。 是吗? 我看到韩旭然勾起了嘴角。 不过老杜, 有件事情, 我很为难, 对方因为知道你和韩总的事情, 提出了要求, 你魏元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为难。 魏元啊魏元, 这个时候还不忘记算计我。 我明白的, 你准备文件吧, 我先把公司都给你, 对外你就说我退出了。 真的啊, 或许是感觉到了自己的情绪太兴奋。 魏元收敛了一些道, 老杜, 我也不想的, 你放心, 我们是十几年的兄弟了, 我不会害你, 挣了多少, 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比例分, 等过一段时间, 韩总的事情过一过, 我再把属于你的那一部分还给你。 行了, 我笑了, 兄弟嘛, 你让我信你, 我就信你。 很快我挂了电话, 但是我用更快的速度, 将含蓄然想要的东西都给了他。 随后, 我又联系了公司里面, 我手把手带起来的人, 用我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他们辞职, 并且许诺。 不久之后会再给他们一份新的工作, 当然, 薪资待遇都会提升。 魏元很快就会发现, 公司将有三分之一的人离开。 随后, 我就关上了手机,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 去乡下接上我妈, 开启了度假模式, 只在家里留下了离婚协议书, 希望欣欣能够识像在我回来之前自己离开, 老人家单纯但是不傻, 也觉得不对, 她问了我很多, 我只说和欣欣走到头了, 心情不好, 想让她陪陪我。 我妈心疼我, 也没有再多问, 只是说可惜了那个孩子。 我只是笑笑, 并没有说。 那个孩子是不是我的还不一定, 而魏元和欣欣的下场, 我已经不想知道了。 我一走就是一个月, 等我再次开机的时候, 我发现魏元给我打了几百个电话, 最后是一些恶毒的信息。 我回来以后, 才知道魏元自信满满地以为自己得到了大单子。 还兴致勃勃地包下了当地最好的酒店宴会厅, 举办了签约仪式, 结果在现场本应该播放的合作理念, 被换成了魏元的宴照, 听说那个场面可是相宴得很, 那些照片是什么样子, 我当然清楚, 因为那些东西就是我交给韩旭然的, 随后魏元还因为贿赂的罪名, 被警察带走调查了。 原来魏元之所以会算计我, 是因为他无意之中沾染上了赌博的习惯, 输光了钱, 就只能想办法再搞钱, 我们合作的公司早就已经负债累累, 还被魏元用来做了很多的借贷。 魏元很快就被立案调查了, 等待他的将是牢狱之灾, 我听说他想尽办法要找我, 我不知道他是要忏悔还是要诅咒我, 也不想知道。 用十几年买一个惨痛的教训已经足够了。 还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欣欣走了, 走得干脆只留下了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 我走之后, 他找过我一段时间, 但是很快他就放弃了。 魏元出事, 他也没有再出现过。 直到三年之后, 我重新开了公司, 还和韩旭然形成了一种莫名和谐的生意关系, 不过现在的我再也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 一次, 我们在夜店喝酒, 韩旭然看着舞台上卖力舞动的美女, 兴致勃勃, 一只手不停地在大腿上敲打着,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只是找了一个理由, 离开了卡座。 就在台上的表演人员换场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我有些吃惊, 他一如三年前一样, 穿着暴露的衣服, 跳着诱人的舞蹈, 我有些慌神, 旁边夜店的人撞了撞我的肩膀, 怎么, 看上了。 别瞎说, 我回过神来, 点燃了烟, 狠狠地抽了一口, 你的眼光是真的好,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 只是可惜了他不出台, 听说他之前嫁过人, 还有过孩子, 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孩子没了, 婚也离了。 身边的人还在说什么, 我的目光却落在台上的人身上, 他好像也注意到我了, 他的舞步断了一下, 但是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看着他一如当年的模样, 心里五味沉杂, 过了一会, 我转身离开了, 或许从一开始, 我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这样的结局很好。 婚后, 我老婆对我一直百般推辞, 忽视我作为一个男人最正常的需求, 我老婆是一名幼师, 名叫王洛, 两年前, 因我有段时间帮忙接送我小侄子上下学而结识, 后来, 我日常六居居的时候, 偶然间一起就起了落水妇女, 之后才得知那人竟是王璐的妈妈。 去年, 她竟主动向我求婚, 就这样, 很快我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能够娶到这样一位貌美如花的老婆, 我感到三生有幸, 为了给她更好的生活条件, 我工作起来更加努力。 然而, 婚后没多久, 我就生出一个烦恼, 在外忙活一天, 回来后就想着恩爱一会, 可她总是以各种理由推开我, 这跟我以前单身狗的日子有啥区别, 就这是, 我偷偷去医院咨询过我一个做妇科医生, 兼业于情感大师妇女之友的发小, 她给出了两个结论, 一个是你老婆并不爱你, 所以才会抗拒你。 另一个便是, 你老婆并不喜欢那夫妻生活, 第一个结论被我直接否了, 原因很简单, 假如我老婆不爱我, 当初又怎么会主动追求求婚我呢? 对此, 我虽无奈, 却也表示理解, 生活中这样的人也很多, 我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我不喜欢逼迫我的爱人去做她不喜欢的事情, 没想到, 结了婚, 还是过着类似单身狗的生活。 同事朋友平时都夸我老婆漂亮身材好, 对我表示各种羡慕, 但我只能一笑了之, 那种心酸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不但安慰自己说, 生活就是这样。 柴米油盐酱醋茶, 平平淡淡才是真, 好好过日子才是正道, 然而, 很快我发现, 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美好。 父母和岳父岳母都想抱孙子, 催了我无数次, 但每次我都是自己扛了下来, 老婆总在一旁不说话, 看起来十分无辜, 就跟问题出现在我身上似的, 搞得我有点郁闷, 有点里外不是人, 岳父岳母那边每次来都送来很多补品, 全都是给我的, 并给我下达了任务, 明年要抱孙子, 可巧夫难为五米之炊。 我找老婆商量这事, 老婆却突然给我一张, 不知道哪里来的诊断书, 说他公寒, 需要调理, 不然不易受孕, 对孩子发育也不好, 对此, 我不易有他, 费尽心思帮他, 不惜重金找天方买补品, 想早日让他调理痊愈, 有天半夜醒来, 偶然发现老婆远远背对于我, 正对一个陌生男人的照片, 自己痴痴地看, 被我察觉后, 他瞬间关了手机, 虽然没太看清那张照片, 但上面的人绝对不是我, 也不是我所熟知的明星人物, 我老婆在大家眼里还算贤良淑德, 平时并没有愉悦之举, 可睡在同一张床上, 就不能看看我这个老公呢, 哪怕一起说说好也好呀。 我经常健身, 自认身材保持还可以, 人也不丑, 不至于让他厌烦。 这一点上, 我表示很无奈, 恩爱这事, 始终在我心头萦绕, 困扰着我, 我开始多去关注老婆的生活和工作, 结果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不久后, 更是找到了那晚老婆所面对照片的男人, 那一天, 我老婆被评为幼儿园度十大最受欢迎和好评职工之一, 颁奖典礼上, 我精心打扮以帅气的形象, 定制了一大簇玫瑰花束以及一条项链线身, 满怀期待地在后方观众席等待, 准备表彰大会后, 借着秀恩爱来宣示我老婆的主权, 然而, 我老婆却在颁奖舞台上和身边那位帅气的男士先是握手相互表示祝贺, 然后给了彼此一个拥抱, 只是握手不是礼节性的那种, 而是很亲密很暧昧的那种, 而且, 我远远看到我老婆那一刻的陶醉, 甚至满足地闭眼了, 笑颜如花, 那是我许久不曾见到的灿烂笑容, 这一幕, 看得我一阵心凉, 我感觉自己的盛装出现就是一个笑话, 这个拥抱, 连我这个正牌老公都很难拥有, 等老婆下台后, 我看到家长席中很多男人上前送花, 借着表达感谢教导孩子的名义表示祝贺, 更可气的是, 其中一人还从我这里顺了朵玫瑰, 上前送给我老婆, 两人看上去规规矩矩, 愉悦的话都没有说, 但我这个角度看得出两人暗含深情, 眉目传情, 有着足足几秒的凝视, 最后, 老婆总算看到了后方的我, 我整理下心情, 并没有露出任何不快的表情, 而是微笑依旧满怀期待地看着她, 然而老婆却没有像我想象中带着惊喜, 意外热烈地朝我跑来, 而是眉头一皱, 很快移开目光, 与那些恭喜她的家长和同事们继续交谈打招呼, 就这样把我晾在里边, 很快, 我手机响了, 原来竟是我老婆一边应酬, 一边偷偷给我发来的短信, 你怎么来了, 满满的不情愿, 隔着屏幕都快要溢出了, 老婆你获奖, 我当然是来恭喜啊, 我之前不是和你说过吗, 在学校要尽量低调, 我不想让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弄得满校皆知, 不利于我工作的展开, 咱们是正当合法夫妻关系, 还怕被外人知道, 怎么就影响你工作了, 你不是一向喜欢仪式感的吗, 我晚上特地给你准备了烛光晚餐, 我这边需要应酬下, 晚点还有个酒宴, 你先回去吧, 不用等我吃饭了, 我心灰意冷, 带着玫瑰和项链悄然开车返回, 我在大厅等到半夜十点多, 直到晚餐冰凉, 烛光燃尽, 老婆回来, 进门的那一刻, 我上前紧紧抱住了她, 她先是本能的抗拒, 最后看到我露出不悦的表情, 才逐渐放弃抵抗, 表面看上去不再抗拒, 但我清晰感受得到那骨子不自然遍布她全身, 仿佛我抱着的是一块冷冰冰的石头, 祝贺, 我恭喜一声, 然后放开她, 这其实是我那妇科医生兼职业余情感大事的朋友教我的小方法, 不经意间测试一下女人, 只不过得到的答案, 令我感到无比失望, 我自问婚前婚后没有做过对比其他的事情, 生活上也没让她受苦受累, 各种礼物平时没少买, 家务也是我多数来承担, 家里虽说算不上大富大贵, 但也算小资生活了, 我这般宠她爱她, 自认尽到了一个丈夫的责任, 但却得不到她一点热情的回应, 对于我, 她几乎没有尽一个妻子应有的义务, 心里似乎压根就没有我, 还和其他男人有点暧昧, 回想起来, 我才突然发现她结婚以来, 待在家里的时候, 似乎很少有过在那两个男人面前, 才露出的久违笑容, 我这是结婚, 还是合租了一个女房客, 哪怕是女房客也不会这般对我吧, 但我始终想不通一件事, 那就是如果她不爱我, 那么当初为何主动追求我, 就算爱会消失, 也不会这么快, 一年多时间就连一点残渣都不留吧, 我忍不住甩了句, 在你这儿, 我还不如那些外人, 老婆看出我的不开心, 大概解释了几句, 还说让我不要多想, 那些没什么的, 只是同事还有朋友间的祝福罢了, 她还说以后会注意, 第二天, 我对我发小提起这个事, 并且告诉她, 对此, 我专门陪老婆去医院检查过, 身体上没什么毛病, 我那位发小医生分析说我老婆或许有问题, 以她多年的从医, 还有业余妇女之友的经验, 她判断我老婆很可能有某种洁癖, 不适应和不爱的人进行正常夫妻生活, 如果推断不错, 你老婆也许是精神出轨了, 大多数人心里都有自己所谓的红玫瑰和白玫瑰, 甚至同时拥有几个她, 比如身陷爱河的线人, 藏在心底的初恋, 远在云端的完美对象, 偶遇的陌生的先生等等, 而精神上的出轨, 通常是肉体上出轨的前奏, 天一, 你要当心了, 发小的话, 给了我当头一棒, 联想起往日种种, 我感到愈发不安起来, 基于发小的判断, 我对此事变得特别上心, 只不过都是在暗中进行, 结婚前, 我和我老婆认识时间并不久, 婚后, 她每次总是推托去见我的朋友, 也几乎从不带我去认识她的朋友, 所以, 我对老婆的很多事情和交际圈一无所知, 我只知道, 老婆好像有一个关系非常铁的闺蜜, 叫李淼, 自己在市里开了家小宠物店, 我开始进行两手准备, 一方面, 我让在我老婆所在幼儿园上学的小侄子, 帮我暗中关注, 并留意打听她在学校的特殊情况, 另一方面, 我让我那发小医生, 牺牲色相, 去聊我老婆的闺蜜李淼, 从她那里打探消息, 很快, 我查出了两位可疑之人, 第一个男人是一个孩子的家长, 这人是我老婆曾经青梅竹马的初恋, 名叫李明, 只是, 目前她已为人妇, 有一个女儿在我老婆教学的班级读书, 据我小侄子秘密汇报, 两人平日行为举止上没什么愉悦, 只是有时候眼神怪怪的, 另一个男人是教务处老主任的表直, 名叫张也, 同样在学校上班, 她是我老婆的同事, 是一位儿童音乐启蒙老师, 她出身条件一般, 长得还蛮英俊, 身高一百七十八, 身上有股特别温文儒雅的气质, 对女人有着致命的吸引人, 据说身边不缺桃花, 只不过她一直没有什么回应, 这人正是那天合在颁奖台上, 和我老婆亲密握手并拥抱的男人, 我初见此人便如临大敌, 尤其是她目前单身, 身高还正好符合我老婆对另一半的完美要求, 所以对我而言威胁很大, 我一面小心防备着这两大情敌, 一面加倍对我老婆好, 继续给她一切能给予的浪漫, 希望可以趁伤为酿成大错之前, 让她悬崖勒马, 三月十四日, 我过生日, 一大群朋友赶来为我庆生, 我订了酒店, 特地邀请我老婆陪我出席, 或许是觉得对我有所亏欠, 这一次老婆没有拒绝生日宴上, 朋友们各自送上礼物, 但我心里一直最渴望的还是来自我老婆的礼物, 她借口去卫生间, 我暗自激动, 以为老婆是去为我取礼物, 没多久, 有一个快递被送到生日宴上, 签收人是我, 发现人上写着我老婆的姓名, 众人起哄, 说我好福气, 纷纷猜测礼物是什么, 我也满心欢喜和期待, 谁知, 礼物拆开后,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礼物竟然是一顶绿油油的帽子, 众人面面向去, 我当场面沉如水, 正在这时, 我老婆从外面回来, 恰好看到这一幕, 我见她眼中闪过几分意外和惊慌, 我丢掉绿帽子, 冷冷地看着她, 需要她的一个解释, 老公, 对不起, 我买的是分明是一顶红帽子, 肯定是卖家发错了, 我回去就投诉他们, 即便有了这番解释, 但我已然在我亲朋好友面前出见了丑, 老婆为老公庆生镜当众亲手, 送了顶绿帽子, 社会丑闻也不外乎如此, 这个生日, 我过得颜面尽湿, 好好的生日宴不欢而散, 我送走朋友们, 便一个人先离开了, 此刻我需要冷静, 没多久, 发小给我发来消息, 说那顶绿帽子并不是我老婆送的, 而是另有其人, 消息来源于我老婆的闺蜜李淼, 多半是我老婆和她闺蜜聊到了此事, 然后被我那发小给旁敲侧击打听到了一点, 他们也出席了我这次的生日宴, 我瞇了瞇眼, 这顶绿帽子不是我老婆送来的, 那又会是谁呢, 是谁在向我公然挑衅, 而她又在为谁打掩护, 李明, 还是张也, 还没来得及调查清楚此事, 不曾想公司那边需要我紧急出差, 长达十天, 临走前, 我思前想后, 还是趁着老婆去上班, 在家里留了点小手段, 由于邻居一对小夫妻, 前几天因为丈夫要在家按照摄像头, 被她老婆一顿闹, 质问其实防贼还是防他, 所以, 这些天我发现我老婆平时也有意无意地观察墙壁墙角和床头一些地方, 对于在家按照迷你摄像头怕是格外抵触, 于是我给我家狗狙狙订了个狗链套挂在脖子上, 里面就隐藏了几个迷你无线摄像头, 狠不起眼, 一般看不出来, 而狙狙是看家小能手, 一来家里防盗多了层保证, 二来也不会引起怀疑,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小侄子哪边, 我也是暗自打了招呼, 让他在学校帮我看着点, 对于我的出差, 老婆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只是叮嘱我一句出门照顾好自己, 这让我一度感觉自己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纯粹多想了, 只是出差没多久, 我突然得知我妈身体不舒服, 我让老婆带妈去医院看病, 我这边表示会尽快结束出差赶回去, 谁知, 一天后的中午, 我几乎先后接到一个电话和一个微信消息, 电话是我老婆打来的, 说今天带我妈去医院检查身体的时候, 我妈不小心从医院楼梯摔下来, 幸好就医及时,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轻微脑震荡, 左腿有些摔伤, 我吓得半死, 我妈本来身体就不好, 这一摔虽说有惊无险, 但也太吓人了, 我忍不住责怪老婆一句, 你不是陪妈一起的吗, 怎么会让妈摔下来, 老婆解释, 我去缴费了, 让妈在原地等我, 谁能知道妈自己到处乱跑呢, 话里话外, 表达着委屈, 多少有点对我这样问的态度, 和我妈的不听话不满, 对不起, 我是关心则乱, 错怪了你, 我哄了老婆一句, 说我很快回去, 便挂了电话, 微信消息是我那医生发小发来的, 打开一看, 那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我老婆在一个病房里, 正给一个男病人削水果, 那男病人不是别人, 正是我老婆的那位同事, 音乐老师张也, 我血压飙升, 立马给我那发小打电话, 电话接通, 我忙不迭问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那医生朋友说, 就在半小时前, 半小时前, 我突然感觉我妈的摔倒不是偶尔, 或许不是真像我老婆说的那样, 我那位医生发小得知, 我妈就在他们医院住院, 就表示, 这就过去探望下, 我想了想, 表示感谢, 并让她暗中帮我确认下, 我妈摔倒的那个时间, 和我老婆给人削水果的时间是否一致, 二十分钟后, 我那位医生朋友, 从我妈那边探望离开, 给我报了个平安, 说我妈目前无大碍, 让我不用担心, 至于我让调查的时间线, 又经她调看医院监控, 两边碰巧吻合, 那一刻, 我出奇的愤怒, 这背叛的谎言, 险心酿成大祸, 把我心底那最后一丝侥幸心理, 记得支离破碎, 我不管老婆有没有真的身体出轨, 但这日子都没法这样过下去了, 正是提离婚前, 我想最终查明一件事, 那就是, 王璐为什么当初会主动选择追求我, 嫁给我, 却从始至终都不曾爱我, 婚后还想着自己的白月光和朱砂痴, 这个心结如果不解开, 我不甘心, 可当真相大白的时候, 我才发现竟如此残酷和可怕, 出差提前结束, 六天后, 我急匆匆赶回来, 我没有回家, 选择直接去医院看我妈, 我妈为了不打扰我们小两口, 不顾我的反对, 当初主动坚持要搬出去住, 今天是她出院的日子, 我接我妈出院, 送她回家, 又买了些补给品后, 我才回家, 回到家, 我换鞋时发现鞋架里面不起眼的地方, 有一丝血迹, 很快我发现狙狙不见了, 平日里, 我回到家, 她总是热情地朝我铺来蹭我, 可今天却不见踪影。 在联系那一丝血迹, 我心中不禁生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难不成是出事了, 我正想调看监控, 前几天忙于出差, 再加上担心我妈, 我实在没空时时查看监控, 这时, 我老婆也下班回来, 我问她居居哪去了, 老婆一脸猛, 然后一脸焦急, 说早上还在家来着, 尽管老婆表现得很无辜又着急, 又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找遍了魏果, 但我还是隐隐感觉她似乎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借口说出去找狙狙, 一个人出了门, 然后, 在一个无人的角落, 我用手机调看起家里的监控录像。 原来, 昨晚张也来我家, 要和我老婆在家里滚床单, 狙狙一个尽叫, 护主似的还上前咬她, 将其咬伤出血, 见坏了她好事, 张也气得生生踢死了狙狙, 而我老婆不仅没有阻拦, 沦为帮凶, 竟还帮忙处理血迹, 今天还装模作样地欺骗我, 狙狙之后被张也装在垃圾袋里抡出去, 监控画面到此陷入一片黑暗, 不知道将狙狙丢在了哪里, 看到这一幕, 我双目通红, 我养狙狙足足五年了, 要知道, 这一年多没有孩子, 狙狙陪伴我比她还要多, 最关键的是, 狙狙还曾同我一起救过落水岳母的命, 她竟然为了一个野男人, 眼睁睁看着她被活生生打死, 简直毫无人性, 恬不知耻, 不仅要离婚, 我还一定要让这对狗男女不得安生, 事后, 我没事就出去溜达, 总算暗中找到狙狙的尸体, 并将其找个地方埋葬, 这一次, 我没有立马提出离婚, 而是开始暗中调查谋划, 我不能白白被绿, 狙狙也不能白白死去, 只是, 我发现老婆对自己的手机私密性保护意识非常强, 不要说相册, 就连微信登录页面全都设置了密码, 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般做法心里没鬼才怪, 我开始找借口把工资的钱用在其他地方, 而不是在一如既往的上交给他, 没多久, 我找机会偷偷把他手机摔坏, 然后未表歉意给他买了个新的手机, 只不过, 手机买来后, 我找了一个开手机维修店的朋友, 做了点手脚, 提前获取权限, 这样一来, 我就能对其进行一定的手机监控, 能看到定位信息, 还能偷听和录音, 连打字界面都能看到, 以及每个案唤醒状态, 另一方面, 基于近期有儿童被人贩子拐走的案子, 一些幼儿园暂时流行给孩子佩戴儿童手机的风潮, 我老婆身为幼教, 以身作则, 同样需要佩戴, 也方便同孩子联系, 我买来给他, 这个同样具备定位, 监听以及静默拍照功能, 手机操作即可, 手表与家长手机通话, 手表无反应, 不会亮停, 也不会有通话声音, 学龄前家长有时会利用这个功能, 了解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 还可以拍照, 手机操作手表, 拍一张照片, 并发送到手机上, 了解孩子周围情况, 可辅助定位系统, 根据图片判断孩子位置, 这样一来, 手机监听和儿童手表监听, 一名一案, 虽有功能交叉, 却也可互补, 以便于我对老婆的一些动向了如指掌。 从她的聊天记录中, 我发现, 之前我生日宴上那个绿帽子, 正是张也送的, 目的是让我出丑, 以这种方式和我老婆调情, 事先我老婆不知情, 但却一无反顾, 帮其抗下黑锅, 真是情真意切啊, 对于狙狙的死他们, 偶尔也提过一嘴, 张也显然对坏了他性质, 并咬伤他的狙狙, 依旧恨得牙痒痒, 连带着我一起被骂了几句, 我老婆更多的是对张也伤势的关心和安慰, 我老婆说让张也以后没事别去我家了, 张也还不甘心, 说偶尔以同事交流教学的理由, 不会太引人注目。 张也还无耻地要求我老婆, 近期要给他一次大补偿, 来弥补他心灵和身体的创伤, 说是最近准备了新的音乐碟片, 还有特别服装, 而我老婆没有拒绝, 说是等消息, 看我这边什么时候在外忙, 对此, 我做了一点手脚, 恶心他们两人, 我以怀念GG为理由, 让我们的来电铃声, 都换成以前给GG录制的音频叫声, 他心里有鬼, 自然不敢反对, 于是, 每当他们出去要滚床单时, 我都会不合时宜地打上几次电话, 听着GG的叫声, 我不信他们还有心情缠绵, 还别说。 挺有效, 每次我都看到我老婆扫兴而归, 想出轨, 可以, 等我到时休了你再说。 而他们两人的对话, 可谓暧昧又露骨, 有时还会互传几张各自的私密照, 说是不能在一起的时候聊以未见, 对我而言却不堪入目, 好家伙。 大型双标现场, 我发现两人很谨慎, 当天聊天记录, 涉及不正常的地方会及时删除, 私密照片会收藏在带有密码的相册里, 痛心之余, 我及时把关键的聊天记录截图取证, 还有那些私密照我也是暗自保留一份, 除此之外, 我还发现我老婆和张也似乎还有所图谋, 为他们以后的生活做着某种打算, 只是由于以前的聊天记录在这款新手机里查不到, 而他们也不会在微信中聊得太深, 通过直言片语, 我有了个初步判断, 似乎涉及家产一说, 我暗自留心和保持警惕, 不动声色尽可能地收集证据, 并且根据得来的实时情报, 继续着我的首刃渣男渣女计划, 只不过, 令我意外的是, 通过我这段时间的手机监听, 我老婆貌似除了与张也这边保持着不正当联系和关系外, 并没有同其他人再有什么出轨行为, 难道是我误会了我老婆的初恋里面,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们不可能干干净净, 就在我以为老婆在外只有这一个也难认识, 却很快挖掘到了另一个惊人的秘密, 我的直觉没有错, 这个秘密, 说起来还是我老婆亲自告诉我的, 只不过, 我们是换了一种特别方式和身份罢了, 我一直都想搞明白一个答案, 那就是既然他压根不爱我, 也有自己喜欢的人, 为何当初又主动嫁给我, 可这是没法通过直接谈来弄清楚, 在手机聊天记录中也很难直接找到, 就在我暗自苦恼之际, 没曾想机会来了, 也许是我老婆承受不了最近的巨大压力, 身边又无倾诉之人, 所以需要找个地方来缓解和调节情绪, 我通过手机监测, 发现他在国内某知名交流平台上进行了匿名提问, 以便寻求心理慰藉, 只有匿名提问才敢敞开心扉, 这个解惑的机会对我而言千载难逢, 他在提问阶段有所保留, 还顺带拉踩自己的老公, 想来是不想千夫所指被人骂, 他需要找到对的那个陌生人, 才会没有保留倾诉, 以寻求帮助, 提问是, 老公对自己不好, 婚后发现自己爱上了其他男人, 怎么办, 我冷笑, 了解他这种心态, 因为我也曾以匿名寻求帮助, 知道求助者的心理诉求是什么, 于是, 我找到他匿名提问的那个问答下, 开始耐心地为其解答, 为了引起他的注意, 我特意往他心坎里说, 果不其然, 回答的人不少, 但一上来就骂他, 说他不守父道的人不乏其数, 只有我是以一个旁观者角度, 以一个知心大哥哥的身份来分析, 既不一味指责他, 同样也不偏向维护他, 我说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无论什么事情发生, 都不是必然的, 都会有一定的原因, 总之, 我一步步引导, 让他自己说出前因后果, 最后, 匿名的老婆开始私信我, 茫茫人海中, 最终选择了我, 作为他这次的倾诉对象和热心网友, 他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只不过都隐去了真名, 用了化名, 老婆, 匿名, 我嫁给老公有一年多了, 当初还是我主动追求的, 只是, 婚后生活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美好, 我以为我不求爱上他, 但求能接受他, 但我没有, 我深深爱着张先生, 张先生他英俊帅气又高冷, 尤其是身上的那股充满浪漫的艺术气息, 令我渐渐迷醉, 我知道这样可能不对, 但我实在忍不住, 我, 你老公对你不好吧? 还有, 你和张先生是婚前认识的, 还是婚后认识的, 现阶段是已经上床了吗? 老婆, 匿名, 不, 其实我老公对我很好, 只是我不爱他, 我和张先生是婚前认识的, 甚至那时候就相爱了, 对于出轨上床, 我曾有过抗拒, 但最终溃不成军, 在他面前, 我很难拒绝, 短短半年多, 从一开始, 我们相敬如宾, 很快到了牵手亲吻, 再后来是摸摸抱抱, 有几次擦枪走火, 没忍住滚了床单, 我以为我会心生愧疚, 但很快就被这股迷恋取代, 我发现自己离不开张先生了, 所以, 一有机会, 我们就在一起干柴烈火, 实在没机会, 我有时会忍不住对筛他的照片, 有次还差点被老公给发现了, 你说, 我该怎么办, 呵呵, 还记得给自己老公发张好人卡, 看来还没桑尽天良, 我, 既然你不喜欢你老公, 为什么还要嫁给他耽误彼此呢? 况且, 你和张先生早就相爱, 当初就没考虑过结婚吗? 屏幕前, 我深吸口气, 强忍怒气, 问出了我最想知道的疑问, 老婆, 匿名, 我也想嫁给张先生, 只可惜现实太残酷, 张先生出身贫寒, 目前寄人篱下, 他表妹喜欢她, 而她只能虚与尾仪, 要是没了他表妹一家的资助, 她也无法求学成才和找到现在的体面工作。 现阶段, 她还离不开那边, 再加上, 我家里知道她的存在, 只是不喜欢她, 而我现在的老公, 当初曾救过当初不慎落水的我妈, 我家人更喜欢我现在的老公, 老公家里还算富裕, 加上还将有两套拆迁房, 即便如此, 我还是不愿嫁, 只是, 当时张先生告诉我, 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 就说服我先嫁给了现在的老公, 张先生说他和我是真爱, 不会在意这些形式, 他说, 婚后等到合适时机, 再提离婚, 到时能分到很多钱, 有了钱, 他们以后才能顺利幸福生活在一起。 而他那边也会尽快挣钱, 希望能够早日娶我, 我知道这样可能不好, 但我爱他, 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选择对不起现在的老公了, 没人阻止你相爱, 但请不要以伤害和背叛别人为代价, 原来忍不住出轨也不离婚。 是因为另有秘密, 等着榨干自己的老公来养情人, 心底的疑惑得以解开, 我不知道该庆幸, 还是该扎信, 从头到尾, 我他妈的做错了什么。 凭什么让我沦为牺牲品, 就在我准备骂他几句, 结束这次匿名问答时, 我老婆却又抖出一个令我三观震碎的料, 以至于我五观出现了多年来第一次扭曲。 那就是, 除了这个他深爱的野男人, 他竟还和已婚的初恋李先生保持着极不正当爱美关系, 他们保持着大概每周一次令人作呕的精神交流。 只不过为了保险, 没有选择在手机上, 而是在电脑上通过一种两人云盘共享的Excel, 隐秘, 又方便, 用后级衫, 是我闻所未闻, 很高级的一种玩法。 倘若不是他在这里交代, 我根本难以察觉, 久久过后, 我回过神, 问他, 你明明有着自己的老公, 还有着真爱的情人, 为什么还和已婚的初恋勾搭? 勾搭一次, 代表着我此刻乱糟糟的心情。 我老婆那边最后回了一段话, 结束了这次的匿名交流,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白月光, 我之所以答应李先生这样的要求。 也许是为了弥补当初的遗憾吧, 我忘不了初恋, 也离不开心爱的情人, 这辈子我只能对不起我老公, 下辈子如果有机会, 我会当牛做马, 再偿还他。 谢谢你耐心听我倾诉, 我感觉好多了, 有缘再会。 如今真相大白, 我老婆竟背着我, 双向出轨她的情人和初恋, 张先生是张义, 是情人, 李先生是李明, 是初恋, 他不愿意和老公上床, 却为了情人所托, 尾身下架, 并保持婚后出轨上床关系, 弥补自己对缺失爱情的渴望。 另一方面, 又为了弥补初恋的遗憾, 竟答应于已婚初恋, 维持那种不正当的文爱。 唯独不能对爱他的老公, 尽一个妻子的义务, 宁可他付尽自己老公, 也不让天下人付了他自己, 情人与初恋, 原来, 他从未将我当作爱人, 连老公都算不上, 我只不过是一个形同陌路的工具人, 一个供他积蓄与情人谋生活的过客罢了, 下辈子见鬼去吧, 今生事, 今生弼, 我花钱找人, 深入调查李明和张也的详细背景, 如果说我老婆背叛我, 人设崩塌, 但这两个男人也脱不了干系, 蛇鼠一窝。 之前的复仇对象是两人, 现在又多了一个, 张也出身贫寒, 哪怕这份工作, 也是有着教导主任表叔的帮忙, 才抢到这个饭碗的, 只是, 这个恩惠, 对于张也来说, 可没那么好受, 张也的表妹痴迷张也, 一心想要嫁给他, 而教导主任一向瞧不起这个远房表直, 却也拗不过自己宝贝女儿, 只得一心撮合两人, 不惜帮忙安排工作和生活救济, 而张也并不喜欢这个没啥血亲的远房表妹, 甚至是讨厌, 所以他一心想着挣钱, 想早日摆脱表叔一家, 想着独立自主, 人就怕无欲无求, 既然缺钱, 那就好办了, 你张也不是性格孤傲吗, 不是艺术浪漫吗? 我偏要你为五斗米而折腰, 经过打听, 我得知张也有一位死党叫杨敏, 平日偏爱麻将赌博, 不务正业, 而我发小, 有位朋友王老板, 在一个游戏厅工作, 我让我发小帮忙引荐, 请王老板吃饭交个朋友, 我让常去他那里玩的杨敏, 通过捕鱼机的可控中奖概率, 令其一连几天赚了很多钱, 这个钱, 我先暗地里帮忙为游戏厅垫上, 很快, 不出所料, 身为狐朋狗友的张也得知消息, 他忍不住眼红, 最近有事没事, 就总往游戏厅跑, 除了我朋友那边的眼线, 我从我老婆的手机聊天记录也有所了解, 张也说, 最近有了发财的门道, 为此还问我老婆借了一些钱, 老婆把自己小金库里面的钱全都给了张也, 这份信任看得我一阵艳羡, 而我则冷眼旁观这一切, 并继续以各种合理的理由停止给我老婆太多的钱, 游戏厅那边在我的授意下开始让张也连连赢, 后面再设计让他输, 结果在人为操控下, 抓住张也的赌徒心理, 不仅让他输光了钱, 还赌红了眼, 最后生生欠了游戏厅近十万块, 游戏厅那边把这个债务巧妙转交给专门的民间催债机构, 在言语和行动上对张也进行双重逼迫, 甚至登门拜访, 恐吓那边如果一周内不还钱就找人废了他, 张也被逼无奈, 只能四处去借钱, 我猜到他定会问我老婆借, 所以早就将家里的钱除了日常的花销, 全部存了一年死期, 而他的工资早给了那边输得血本无归, 老婆干着急, 却也没法明说, 只能自己生闷气, 根据聊天记录监测, 张也从我老婆这边没拿到什么钱, 忍不住气急败坏, 甚至觉得是我老婆故意不给他周转, 为此两人还大吵了一架, 我老婆暗暗伤心流泪, 心急如焚, 而我则隔岸观火, 如今断了张也的后路, 那么张也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彻底向他的表书架屈服, 最后, 事情不出我所料, 张也只能找他表妹去借钱, 钱借到了, 但却有个条件, 那就是一个月后, 必须和他远房表妹结婚, 还是以入赘的形式, 当我老婆得知这个消息, 气得不行, 整天像个怨妇似的, 连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连连出错, 婚礼那天, 我准备携老婆同去吃酒席, 届时送上我一份大礼, 另一方面, 我开始对李明下手, 这个对自己老婆不忠, 又来祸害别人老婆的渣男, 我也要让他得到应有的报应, 我不想让他老婆, 被他欺骗和背叛, 只是, 我在设计报复的时候, 没有选择在这时候暴露我老婆, 我可不是在维护她, 而是现在还不到时候, 好戏还在后头, 而后面的好戏, 还需要我老婆出演, 得知我老婆和初恋李明还有一腿之后, 我便暗自留心, 我发现我老婆每周末都会独自出门一次, 理由是和闺蜜李淼去打一, 游戏根据最近监测的定位显示, 那地方是一家网吧, 闺蜜李淼打游戏是真, 但我老婆却是瞒天过海, 趁机和她初恋, 在公开场合进行一种特殊的文爱, 寻求刺激, 原本我以为她和情人张也刚闹掰, 加上生气情人入赘其他女人家, 应该会没心情继续和别人玩文爱了吧, 没曾想到了周末, 我老婆竟依旧如期出门, 不得不说, 这女人的心还真是大, 我随后出门, 在附近家的咖啡店坐了下来, 开始了我精心布置的打草惊蛇和替人捉奸计划, 李淼那边, 我让我发小再次出马, 一个电话就勾搭走了, 有大帅哥邀约, 哪里还顾得上游戏, 抛下, 我老婆就独自赶去约会去了, 没了闺蜜在一旁, 我老婆可以更加肆意地发挥, 十分钟后, 我收到一条短信可以行动了, 我立马用手机给我老婆打了个电话, 电话中, 我说我在小区外面, 好像看到了家里的狗狙狙, 让我赶紧回来帮我一起找找, 提到狙狙, 我相信她没理由拒绝, 而且势必会因为心里有鬼而紧张起来, 一分钟后, 我看到老婆从附近的网吧里面急匆匆出来, 打车离开了, 我放下咖啡快步进入网吧, 到了里面, 老板亲自带我去了一台机器, 那是我老婆刚才用过的机器, 只是被人为黑屏锁定了, 然后在我老婆想要更换电脑时, 我的电话刚好打过去, 然后调虎离山, 以狙狙之名降棋之走, 其实刚才这台电脑并没有真的死机, 只是在网吧老板的操作下暂时黑屏了而已, 给我发短信打这个时间差的也正是这家网吧的老板, 我和他以前并不认识, 但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给他一笔钱作为小费, 所以他愿意帮我, 更何况对他无害, 也不是什么违法的事情, 我接手了老婆刚才用过的电脑, 页面上, Excel表格里面, 不停地跳动着令人面红耳赤, 甚至恶心的字眼, 这会儿, 李明健这边没有回应, 在那边干着急, 一个劲问人哪去了, 我以我老婆的身份, 打字回复, 刚才我接个电话去一趟厕所, 继续吧, 与此同时, 我问了对方的位置, 对方报了位置, 却打去说, 怎么, 文爱不尽兴, 还想来真枪实弹的啊, 看来你老公最近不能满足你啊, 哈哈哈哈, 看这情形, 李明貌似还不知道张也的事情, 正如张也同样不知李明的存在一样, 我老婆的保密工作方面, 做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这一点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我不妨让他们狗咬狗, 我把文爱的截图, 还有李明现在的位置, 以一个我拿朋友身份新办的陌生电话号码, 以彩信的形式, 发给了李明的老婆留心, 还特地附带一句话, 你老公正在文爱出轨, 诉去, 别问我怎么知道李明老婆的电话号码, 这年头本就不透风的强, 想打听这点隐私并不难办, 我陪演这会儿, 差点吐了几次, 这两人简直玩得太嗨, 压根没有底线, 各种身份设定, 还有多么无耻露骨的文字都打得出来, 约莫时间差不多了, 算起来李明的老婆也差不多就位了, 在对方陷入嗨皮的时候, 我直接泼一记凉水, 你个浑蛋玩意, 你竟敢村多我女人, 和你玩这个恶心游戏, 李明那边见话风突变, 难受地打出反问, 什么, 你是王璐他老公田一, 我继续打字, 我是他爱人张也, 你他妈的死变态, 别再缠着王璐, 不然我找人弄死你,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记得查收哦, 说完, 我一顿大骂, 把我这辈子没骂过的话, 都一次性大礼包送给他, 然后甩袖走人, 当我赶回家, 老婆问我找到居居眉, 我摇头说, 那只不过是, 只是长得有点像而已, 老婆没有多想, 还安慰我几句, 第二天, 我听说李明被他老婆娘家人找上门, 直接打进了医院, 事先我得知, 李明老婆兄弟众多, 娘家力量强大, 所以才有此布局, 这事闹得沸沸扬扬, 具体原因没对外公布, 家仇不可外扬, 这个我懂, 又过了一周, 听说李明出院了, 出院当天晚上, 张也在下班路上, 被人暴打了一顿, 挨得鼻青脸肿, 打人者正是李明, 最后被张也拼命抓住并认出, 据说这是家长和老师之间的私人矛盾和恩怨, 但影响挺恶劣, 两人不仅进了派出所, 出来后, 张也还挨了处分, 被全校通报, 王露得知此事, 以为自己双出轨的事情暴露了, 没事就闷在家里, 惶惶不可终日, 是该进行最后的打脸反击了, 给这场充满背叛的婚姻, 画上早该终止的句号, 张也婚礼那天, 我盛装出席, 带着一脸哀怨, 却强颜欢笑的老婆王露, 婚礼上, 肆意放映的VCR被我提前动了一点手脚, 原本的内容保持不动, 只是在中间夹杂着一些爆料性东西, 拜堂前, 张也去后台接个电话, 我知道那是我老婆王露打的, 王露连着蓝牙耳机, 在我的安排下, 另一个被我先前就故意弄丢收藏起来的蓝牙耳机, 我交给了我小侄子, 让他问司仪讨要话筒玩一会, 还没正式开始, 司仪见我小侄子可爱, 自然不拒绝, 在我以一包糖的奖赏与授意下, 小侄子照我画作, 把蓝牙耳机紧紧贴在话筒上, 就这样, 在话筒扩音下, 我老婆和张也歇斯底里的不雅通话, 传到了前台现场每个人的耳中, 众人瞠目结舌, 与此同时, VCR呈现的画面中, 开始展示到一些令人震惊的画面, 上面有我老婆和张也的爱美聊天记录, 由他们滚床单的亲密照节选, 还有他和我老婆密谋夺取我的家产, 以及张也表妹家产的聊天记录, 还有偷情被GG阻止时报其打死GG的恶毒画面, 现场, 众人对两人的歹毒和恶心, 开始了此起彼伏的谩骂, 当张也和我老婆出现在前台, 发现这一切, 不禁目瞪口呆, 你个恶毒女疯子, 你竟想毁了我, 我打死你, 片刻后, 张也误以为, 这一切都是我老婆因爱生恨搞的鬼, 因为一些私密的聊天记录, 还有打死GG的画面, 在他们眼里, 只有天之地之他俩之, 想到我老婆对感情的偏执和疯狂, 还真可能干出这鱼死网破的事情, 而这将毁了他一切, 所以张也怒吼着, 冲上前对我老婆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再也无法维持平日李斯文的高冷形象, 什么英俊帅气, 什么浪漫文艺, 发起风来都一个样, 丑态百戳, 张也表妹一家, 看清了张也这个人渣的真面目, 他们一家被折了颜面, 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以张也表妹为首, 连同本家人纷纷加入战斗, 主要目标人物, 自然是张也这个罪魁祸首, 我知道报复一个人不应该伤害无辜之人, 所以我在此之前就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警示过张也表妹, 告诉他这个男人心术不正, 可他偏不听, 反而还一心维护张也, 反骂我一顿, 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打听才知, 张也表妹一家也不是什么好人, 劣迹斑斑, 就这样。 喜庆的婚礼现场, 一时间一片混乱, 有人报了警, 我好心帮忙, 打了120, 然后看我老婆挨了顿打后, 我后知后觉, 挺身上前护住她, 众人无不夸我大肚大气, 说我以德抱怨, 还说哥他们不出手独打就不错了, 全都骂他配不上我, 骂他活该, 一场婚礼, 最终以这场闹剧结束, 张也得到了报应, 被打得重伤, 据说还不小心伤到了命根子, 张也表妹一家心有余悸, 幸亏及时发现了张也的真面目和狼子野心, 回家后, 任我老婆如何下跪哀求, 我狼心如铁, 我拿这些证据, 同他立即办了离婚, 并让他净身出户, 立刻滚出我家, 很快, 我前妻因私人作风不良, 被幼儿园开除, 由于没有脸面在此地立足, 灰溜溜带着家人搬离此地, 张也出院后, 同样被开除, 先是不知去向, 后来得知在外流浪, 被一群流浪狗咬伤, 后来得了狂犬症, 恶有恶报, 只听说他从此发了疯, 再也不见其踪影, 不知死活, 离婚后没多久, 我去埋葬居居的地方, 足足待了一整天, 恶人遭到报应, 希望他能够得以安息, 也许是居居的在天之灵, 在居居墓地所在, 我结识了过来埋葬宠物的女主人, 我们志趣相投, 渐渐进入热恋, 几个月后, 我们结了婚, 一年后,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 还是双胞胎, 多年后,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 都不禁唏嘘不已, 若爱请深爱, 不爱请离开, 不爱请放开。